南部五县市成立了一卡通票证公司 未来除了能够搭乘交通工具 也可以在超商、卖场等地来消费 此外,一卡通还锁定了市民生活卡 将根据各县市施政的需求 量身打造社会福利卡 揭开全新识别标志一卡通票证公司正式成立 未来不局限搭乘高捷、台天以及各县市公车 也可以在超商、引存卖场美食接等地消费 提供悠游卡以外另一种电池票证的选择 提供我们小额的消费 还有缴纳政府归位的功能 所以一卡通我们未来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 由南部五县市、高雄捷运公司和行政院国发基金 以及民间企业共同投资 其中嘉义市长黄敏惠 笑说自己是万绿从中一点蓝 他强调投资是看好前景 共创县是互利共荣 我们一定要合作整合 让整个不只是南台湾 我想这样的一个整合之后 这也表示高雄市政府能够做这些整合 之前的努力、之前的用心 是值得我们所肯定 从交通票证扩大触角 将依据各县市施政需求 让行政规费、社福新贴也能使用一卡通 希望两年内发卡量冲破600万张 台湾地区除了一张卡片以外 应该有另外的一个竞争 比如说我们到Seven去 应该还有什么前家便利商店 拉海富等等的 那最终他回馈出来是 让这个经营同类更认真的经营这个卡片 企图挑战5000万张的悠游卡 不让悠游卡钻美于钱 台南市长赖清德也加码利多 民众持卡搭乘台南施工车 可想基本票价26元免费 这就李选爱莫高权 高雄报导